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抢先报 就在今天的7点35分 在花林外海发生了瑞士规模6点3的地震 对各地的影响继续把时间交给主播敏锐 好 观众朋友我们来关心这个地震 它对我们带来目前最大的影响 先等您看地震的第一时间 其实在今天早上相信很多人在7点多钟 是被这个国家机警报 手机的这大声响给叫醒的 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后续的晃动了 我们带您看的是大石鼻山的镜头军 你可以看到本来它是照着非常天气好的 这个外海那边风景很棒 但是强震之后 它的镜头整个先往下歪 再往旁边垂 等于说它是受到地震的影响 这个镜头恐怕又要进行后续的恢复 其实在每一次强震过后 我们的记者包含我们的采访中心 都会立刻除了派记者出去之外 也会透过镜头军来掌握各地的 目前地震最新状况 可您可以看到地震瞬间 它是先上下又左右晃动的 所以当然就影响到 这个相关的监控设备了 那其实当然除了这样的风景区 包含像整个东半部地区 北部地区它晃动的非常有感之外 我们再来带您看 我们掌握到其他的地方 像是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今天早上的这个地震 包含东半部还有北部 其实又来到了规模 甚至基本上是三级或有到四级的地震 现在在您看的这边 你会发现到同样也是及时影像 它同样也是地震的非常有感的 你会看到本来中间的这个观景爱心 它在地震之后 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包含我们现在秀的一些镜面上 你会发现到 像彰化今天的震度是有来到四级的 花坛虎山眼也是剧烈的非常的摇晃 不过幸好今天一早 这边没有什么人 所以否则有些人如果一早出门 清晨运动的话 其实在山区这个地震的感受 如果大家之前有曾经在山区碰到地震 你会发现到 你会听到一个地鸣声 之后就开始晃动 其实也是蛮担心的 不过透过这样子的画面 我们要提醒 这几天最好山区行程把它避开 特别今天又是礼拜五了 主要因为是西南风 要开始影响我们 所以包含整个中部南部 甚至是东半部的山区 连北台湾都会是犹豫的天气形态 甚至中南部是会下到子曝等级 在那么大量的雨水 你想冲刷在这些山区上 难免都会有一些土石流 或土石崩落的情况 所以建议大家这几天山区行程 特别是户外露营去登山 这些把它避开 那如果开车会行津 或加在山上的 就要格外注意安全 下一段画面 我们也再来带您看 其实在昨天到今天 这个地震之后呢 大家都有明显感受到 已经好多起了 还会震下去吗 我们要提醒一个礼拜内 都还要提防 这是我们早上记者 在采访的录像所拍摄到的 你会发现到 当时的这个台七日四线 太平要往雾峰 这个比较高大的货柜车 在地震第一时间 这边本身就高架路段 所以当然摇 你看这车身更高 就更不稳了 这样左摇右晃 实在让 你看我们记者是立刻刹车了 就怕万一等会地震再大 这个车倒下来怎么办 所以要提醒大家 在这样的快速道路 或是你车开在国道上 当你速度非常快的时候 碰到地震 请大家开始减速慢行 同时观察 你的旁边有没有大车 像是这种最好尽可能 远离他一点 因为除了保障自己安全 也保障这个驾驶的安全 毕竟短时间 万一他车速是快的 恐怕在这样的天灾意外 情况之下 这样的车就比较容易失控 这个观念也告诉你 那还有其他画面 我们也来带您看 其实是让人蛮感动的 其实你会发现到 除了有医生 要赶往路上之外 先来关心交通 在地震第一时间 因为毕竟今天是发生 在一早的七点多钟 所以像是台北捷运 他们又有首度进行 这个慢速巡轨 很多的民众说 在捷运列车上 这个车又先停下来 那再慢慢的开 当然上班时间 会先delay一下 还有包含东部干线 也是我们现在 所需要担心的 因为其实在之前 凯米台风到现在 已经那么长一段时间了 可能很多人不晓得 东部干线这边 都是维持部分路段 单线双向通行 所以在本来 列车他们就会有一些 延误半小时到一小时的状况 那今天地震 因为山区路段 大家知道 这几天我们提到 开始下雨了 还有本来那边的地质状况 在4月3号强震之后 大雨之后 本来就很不稳定 只要一有雷震雨 或一有个地震 就容易有贪方情况 所以台铁 他们现在也不敢 掉以轻心 很多的镜头 很多的监控人员 要先确认东部干线 那边山区的路段 这个轨道 是不是有一些异物 或是有没有落实掉下来 安不安全 他们要先进行巡轨作业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记者特别在 花莲站这边了解到 在上午包含 你是要往树林北上 或是要往南下 往花东的列车 或者是可能要绕一圈 北回到西班牙地区的列车 全部都有延误的状况 目前我们掌握到 至少可能有延误到 超过60分钟以上 所以建议大家这两天 毕竟是地震跟余震 有一些交通影响 可能真的是难免的 请大家多多体谅 这工作人员 当然最重要是 自己安全要注意 包含像今天我们会建议 如果说搭乘电梯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留心 地震过后的前后 这个短短时间 最好也避免搭电梯 这件事情 那当然很多人都想知道 这个地震 为什么一直发生呢 跟4月3号会有关系吗 我们也来带你看 其实包含在今天 7点35分的53秒 就发生了这个 规模比较强的地震 你会发现到 它的镇央 其实还不是在 我们台湾陆地上 是之前这个花莲外海这边 大概离花莲宪府 差不多有30多公里 那深度是9.7公里 9.7公里属于一起 极浅层的地震 所以就代表着 这路面上的感受会很强 那通常这样子强度的地震 这样子那么浅的地震 几乎是全台湾都会有感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 他们的地震序列报告 在全台湾的这个陆地上 都有数字 当然这就代表着 这个地震的急速 你会发现到台北双北 今天明明警报有响 可是这上头 有些地方写两级 有些地方写三级 好像没有达到 国家级警报发布的标准 我们要告诉大家 气象署那个警报 毕竟是预警用的 它当然会拉得比较高规格 跟比较敏感一点 要提醒你 可能有强症来袭 所以提醒您 当遇到警报的时候 还是要盛防 在那之后 马上会有强症发生 当然幸好 这个地震规模 是比预期系统预报的 来得小一些 但是花莲人就不这么认为了 他们的感受 还是非常的明显 你可以看到 在早上这起地震 还是有四级的 但你看右边这个区块图 你会看得更明显一些 颜色越深的 这个深橘色 就代表着 这个地震感受越强烈 那黄色地方 当然就大概是代表着 有三级的震度 那我们要提醒您 有时候呢 像是双北市 或是我们台湾 其他假设有盆地的地方 这个地震的时候 强症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 奇怪明明就很晃 或是晃得这么久 这是怎么回事 主要就是盆地效应的关系 特别在双北市地区 未来如果有 比较强的余震发生 我们都要注意 尤其你住在高楼 可能晃动时间 却是因为盆地效应 会比较长一些时间 那这也是为什么 地震测报中心 今天会把警报 也发给双北市的原因 那大家都想知道 这个地震 它到底是主震呢 还是余震呢 跟之前4月3号在那之后 不断的地震 有没有关系 我们带你来看下一张图 就可以比较清楚了解了 先来看这个地震的原因 其实包含昨天 今天到4月3号的地震 这地震原因都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 就是菲律宾板块 它引没到欧牙板块下面 两个板块在做交互作用 所以才导致的地震 这个是过去我们都知道 台湾东部地区 发生地震的主要原因 4月3号 8月15号 8月16号 原因都是这个 但是地震特炮中心认为 他们三起地震 是都没有关系的 虽然说你可以看到 在4月3号 你看我们右半边 包含陆地上海面上 这密密麻麻的 都是代表着 曾经发生过地震 我们称之为 这个是地震序列 当时气象署不是在那之后 很多的地震都说 都跟4月3号有关系吗 因为他们会稍微推测一下 这个地震 它可能在强震 有一定的规模之后 会触碰到 其他相关的地带去作用 所以就导致又有地震发生 所以当时他们认为 至少有1000多起的地震 都是4月3号之后的余震 那为什么 8月15 8月16号 他们会判断无关呢 主要是因为你看 8月15号 也就是昨天傍晚 也是一样 通勤尖峰时间 下班时间 那时候的地震 震央 它是比较北部的 它差不多是在宜兰的外海这里 那相比4月3号 一开始的那个主震 它其实是在花莲 比较往南一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确实有一定的位置落差 那今天这起地震 它又离昨天的那个地震的镇央 有一段距离了 这就是气象署认为说 今天地震跟昨天 应该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但是它跟4月3号 虽然说看起来是蛮相近 可气象署依旧认为 他们都是单独的地震 这就代表着 我们在这之后 可能在未来的一周之内 我们也要注意 可能会有余震 甚至不排除 会不会这两起是余震 而有更强的主震发生 所以同样建议大家 这个防灾意识 还是要有地震发生第一时间 请注意自己的安全 如果再搭电梯的赶快 按离自己最近的楼层 先出去再说 像今天早上花莲 只有电梯受困的事件 那当然 这三起地震没有关系 那也有人在问 8月8号上个礼拜 日本不是大地震 甚至日本气象厅 不敢掉以轻心 提醒大家说 未来的一周 甚至一个月内 要慎防地震吗 我们台湾的位置 差不多在这边 这张图相信大家 4月3号地震的时候 都稍微有印象 那时候我们的余震不断 这楼地震的楼被堆到 被开玩笑说 被窥说像101一样高 那你会发现 我们台湾在这边 还有整个台湾 往右上方走到日本在这边 差不多在这一带 确实这几天 都有地震发生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关联 其实当然你要说地震的原因 它都是板块作用 再加上 我们其实都会受到 菲律宾板块跟欧亚板块 推积的影响 所以日本在上个礼拜 这个地震 的确它也是因为 菲律宾板块跟欧亚板块的 这个相关的作用所导致的 可是气象署的专家 认为它是没有关系的 下张图带你来分析 我们先看 包含8月8号的地震 跟我们今天8月16号的地震 你会发现 当时8月8号 日本这个瑞士规模7.1的地震 它是在日本的九州岛 这日本的比较南边一些 那我们台湾的地震 刚刚提到了 8月16号早上这一期 它的这个地震 是在我们的 东部的外海这边 你看这么长的一段距离 它会有关系吗 菲律宾板块的范围有多大 大概您看到的这一大块 甚至在台湾之后往南延伸 其实都属于菲律宾 海板块的范围 所以你要说 他们地震有没有关系 他们确实都是受到板块的影响 但是专家 就是今天早上有出面分析 跟说明的这个地震测报中心的副主任 他说 的确都是因为菲律宾 海板块所导致的地震 但是我们台湾是在这个 菲律宾板块比较南的地方 而日本的九州岛这边呢 是在菲律宾板块比较北的地方 所以他们认为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你硬要说 其实全球的板块 它都是相连在一起的 那为什么 日本这个地震 会让他们那么紧张呢 其实这就跟我们之前 4月3号 发生强震之后 不是有不少专家出来呼吁要担心 可能东部这边 会不会有板块 或者是海沟 因此破裂所引发的强震 这跟过去 我们观测地震的发生 都有关系 你可以看 日本在当时的强震 它是正央在这里 是在日本的九州岛 那过去这边发生地震 尤其是瑞士规模达到 6以上的强震之后 确实都有不好的记录 你可以看到主要是 他们分析说 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板块交界处 它除了引没下去之后 还导致破裂 因为这个地震非常强 所以就导致这一带 都要特别流星 那之前也就是日本地震 他们那个南海海潮那边 曾经有怎么样的记录呢 你看1854年 他们先发生了 瑞士规模8.6的地震 32小时后就有8.7的强震 那1944年 8.2的地震 两年之后就有8.4的强震 过去他们观测 大概瑞士规模7到8以上的强震 来的频率都差不多是百年一次 你看1854年 1944年 再推过来 现在已经2024年了 会不会接近 这是气象厅他们担心的 那我们台湾会不会有类似状况呢 好在气象署的地震测报中心 这次表示 现在我们要观察的 就是在未来几天 有可能会有余震 那规模有可能来到 瑞士规模5.5 所以大家不要过于恐慌 做好这个防震的准备 家里头如果有一些 比较危险的柜子 或是比较危险的悬挂灯具 先把它拆掉 会比较安全 以上时间交还给燕明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